有很多人认为美国人或美国公司他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 他们只是喜欢去重视数字 然后喜欢重视一些事实的东西 他们不太会去愿意考虑太多的情感方面的和人性方面的一些事情 但事实上我碰到的一些例子或者是我朋友遇到的一些例子 并不代表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有一个朋友他申请了美国公司 然后被一家美国公司给录用了 然后在Houston地区 但由于他的丈夫要去芝加哥地区 所以他向那家美国公司提出 我是否可以从Houston地区转到芝加哥地区 在一般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一般性公司 如果是比较厌的那些公司的话 他们不一定会完全接受你的请求 但是这家美国公司最终同意他的请求 觉得这应该是从一个人性和家庭的角度 去考虑他们员工将来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 所以最终他们同意让我的这位朋友 从Houston办公室转到芝加哥办公室 这样就使得他们夫妻能够团聚 那么我这样我那位朋友也能够很好地在芝加哥地区去工作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美国公司他们是兼顾了一些事实方面的东西 也是兼顾了情感和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